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台的 我后来想 现在越长越老丑了 再过两年了 没脸见人了 我就准备彻底封世 但是人往往是起点又回到中点 中点又回到起点 我那个还是输了 出书 不过他们说现在出书 不光是纸上印 还要有有声版 好吧好吧 那就有声 所以这也是你们这个有料的 有知识的人 比如那天 我觉得这个陶老师 讲了一个英文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发生在英国的一起案子 你听这陶老师 给我们讲讲 大概在1953年的时候 在伦敦 就是有一对少年的罪犯 一个17岁 一个16岁 那两个 16岁那个是不良少年 拿这个枪 去偷一个窗户 然后呢 他们在屋顶的时候 偷偷摸摸摸 警察在对面发现了 他爬到屋顶 警察 然后在屋顶上 跟这个16岁这个说 你这个枪给我 这个16岁的时候吓死了 拿这个枪 对着这个警察 手在抖了 那17岁 他的所谓的大哥 有一点的智障 有点智障 看见很怕 他怕他开枪 然后呢 他就劝这个小的 他说了一句话 Let him have it 就是说 把枪交给他算了 给他 Let him have it 让他拿掉你的枪算了 结果那个16岁一听 他以为叫他开火 那个it那个字 他本来明明是指手枪 他以为 是给他一枪弹 棒 把那个警察打死了 最后这两个人抓了 抓了16岁开枪 那个没事 因为他没成年 告就告17岁这个人 那句话 是不是你叫苏他开枪 谋杀警察 然后这句话叫 Let him have it 就在庭上 反来复去的辩论 就是说 那个控方的律师说 你这句话 你就是叫他 成行开枪 打死警察 辩方就说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有点智障啊 他人很好啊 他想这个事 和平解决算了 他说 Let him have it 他的意思是把枪交给警察 徐老师 上一次不是说 ambiguity 七种歧义 对对 英国文学评论 有一本书 叫分析英国文学语文的七种歧义 这个就是最要命的案件 特别历史上很著名的 16岁那个判条 老老教所17岁那个死刑 哎呀 杀了 天哪 这个是英文的起义 40年以后 他的姐姐 他的妹妹都喊冤 说这个案子是大冤案 要求平反 后来平反了 但是人都死了 平反有什么用 直来的正义 英文里头也有 所以你看 我本来还想着这个移居外国呢 那天听了陶老师讲这故事 我想我还是牢牢抱歉 你这个英文呢 就在不适当的时候 跑到外国 没有命在 说出了一句模灵两可的英文 这个文法完全没错 但是let him have it 这个it这个字 代表是那个手枪 还是让他藏一个子弹 对 所以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对英语啊 我更没必要学了 学不到这种程度 你在 你在这个祖国混呢 你就得了解祖国的很多 人情世故 是吧 当然咱们今天的话题 跟这个其英文 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这个 你看 他这个不同文化呀 真的是有一个 不同的这个价值标准 这个我想讲什么 不是想讲多抽象的 我想讲讲相亲 你知道吗 最近呢 咱们这个内地啊 这个相亲的话题很火 是因为出来一篇报道 徐老师你肯定知道 就是在上海 也有一个著名的地方 好像是人民公园 有个乡亲角 乡亲角 在北京呢 什么朝阳公园呢 中乡公园呢 也有几大点 过去我们聊过这件事 但是呢 这件事里边有微妙的变化 就是你可以先看看 就是你现在到那些地方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相亲 跟有跟鸡毛市场一样 摆摊 爸爸妈妈带着这个 这都是贴出来的材料 材料上面呢 都是硬条件 非常有意思的是 形成了一条鄙视链 这个鄙视链很好玩 你接着往下看 这个你看 这个爸爸妈妈说呀 这个我儿子才33岁 没北京户口的这个姑娘 考虑都没考虑 即便这个别的条件 你看我们不找外地的 甚至可以轻度残疾啊 只要你是北京户口 但是呢 属羊的绝对不行 气死我了 我就属羊的 说属羊的倒霉 我知道为什么倒霉了 说属羊的不行 为什么属羊的不行 传说 民间传说 但是一般说 据说女的属羊的 女的属羊不行 不好 有这种有这种迷信 有这种迷信 你看 这个鄙视链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价值标准啊 户口 北京户口 京籍京户啊 就你有北京户口的 等于等于等值54万 房产呢 你住在中心城区 和教育高地的 422万到1035万 学历呢 海归博士等值于 100到150万 就你最后可以把它等值 算成数字 数据 然后第二等的人类呢 是你是北京户吧 但是你非京籍 你不是北京籍的 你看也能就非京籍京户 也能算54万啊 然后呢 这个下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 其他城六区 就你不住在中心城区的 你这价码就等于357 到700多万 然后博士呢 然后博士呢 你比那海归的博士 差了10倍 等于10万到22万 下边就是你看 京籍非京户 还有这住在通州的 您就就就一路往下跳水 你看 然后你看啊 这个中国式的 这个相亲价目表 陶老师 你看看什么是 今天的这个这个门当户对 你看 画这基心的这个呢 叫叫这个是 下边这第一 第一类是顶配 顶配 顶配呢 什么样叫狼才女帽呢 就是说 男性啊 身价是北京户口 东城西城 或者海淀 区域有房子 有这个七座以下 中高档的轿车 月薪五万以上 硕士博士或者海归博士 男的这样的男的 顶配什么样的女的呢 北京户口 貌美如花 你还得貌美如花的 这才能顶配 然后也是 女的也是 东城西城海淀房 七座以下 中高档轿车 月薪也得两万以上 本科或者硕士 这你们俩 叫门当户对的顶配 你看下边呢 就叫高配 高配是什么呢 北京户口 男的是北京户口 城六区有房 然后呢 月薪两万以上 本科或硕士 也得有车 高配的女的呢 就不叫貌美如花了 但是叫长相出众 这个 然后也得是北京户口 月薪也得一万以上 往下就是标配 标配呢 就是虽然是北京户口呢 但是是在朝阳 丰台 石井山 或通州 有房 月薪一万以上 本科的 然后标配的女的呢 你看就户口不限了 但是呢 貌美如花 貌美如花可以拉高 就你得 但是同样 貌美如花可以是顶配 可以是标配啊 不是啊 你要是貌美如花 你再加上你是北京户口的女的 那你就是顶配人选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达到高配呢 是有北京户口的女的吧 长相出众 听起来比貌美如花差一点 你知道吗 但是呢 然后女的呢 是非北京户口 北京和周边无访 同时属羊 这一篮呢 叫做 这一篮连减配都够不上 低配都 这一篮叫做不考虑 那我给他提个意见 什么顶配高配 抽象一点 形象化 头一集叫凤凰配 鸳鸯配 山鸡配 然后野兔配 浩子配 浩子是住地下室的 是吗 最底下 打洞的 龙生龙凤生凤 养个儿子 养个浩子 会打洞 会打洞 你知道就是 我不是原来也记得这个吗 就是说 其实老年人 要不说人家这个阅历一身呢 说话说的比青年人就清楚 他们认识到了人生的本质 所以有些人说 说这些个爸爸妈妈 咱们这么讨厌呢 帮着孩子 有智慧 绑架孩子 其实有时候 你有时候 你觉得他们拿出来的这个 这不就是婚姻的本质吗 老人家们只不过是说白了 貌美如花吗 我这展现出众 你有北京户口吗 中高党叫车 就是这么交易啊 但是这跟事实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婚姻呢 对于年轻人 是以浪漫式开始 但是你这个人 岁数长大 最后以功能高中 你什么功能高中 你什么功能高中 就是 各种功能 各种功能 钱啊 房子啦 对 有没有绿卡啊 能不能出国啊 你这个男人啊 你年轻的时候长得像 黄晓明 没用啊 那你会不会有李嘉诚 那种赚钱能力啊 最怕的是年轻 年轻的时候长得像李嘉诚 年老的时候 像谁啊 像山鸡 所以这个是婚姻精算学 这个得要交给父母啊 做一点发言权 我觉得这个是理性跟感性的这个平衡 年轻人 貌美如花也好 狠俊也好 罗密欧与朱利叶 你别忘了 罗密欧与朱利叶死的时候才16岁 15岁 他莎士比亚没有说他们如果活过来结婚 到了40多岁怎么办 绝对悲剧 肯定 徐老师刚才想说说 他那个男女的标准我特别有意思 你看他那个那个单啊 男的呢 其实是一条线的 你看他是学历越高 嗯 你的 你这个配就越高 对不对 当然他有一个政治不正确 他海外的比中国 我们中国大学现在世界第一嘛 他怎么这么啊 看低我们中国大学哈 但是这是偏见哈 海归 所以他是个海归 但是呢 赚钱多就在往上 所以他是一条线 女的就妙了 女的他不是的 他下面还是你的学历 往往上 嗯 但是上到一定的程度哈 你你不能再上了 因为最高配哈 是本科 博士哈 要掉下来的 是是是 博士反而往下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女的就很苦 女的读书啊 就不知道该 男的是好好学习天天见上 一个方向往往往这里往 这里努力 对不对 女的就麻烦了 女的就不知道该读多少才是好 读的太多 倒过来了 这个真是充满了社会偏见 没错 就刚才那个图啊 就是前一张这个笔 笔事链 你看单讲女的的话 顶顶级的是本科 硕士大专高中 最低层的是博士 海归博士 当然更低的就是鼠羊 就如果博士鼠羊 那就 莫美如花 北京户口都没用 完了 你说这个女的 这个这个对教育 我们从教育老师的角度来觉得 这一条是真实不正确吧 对不对 但是它是现实 它是就像你们刚才讲 这是很多老人 总结了无数的社会智慧以后 形成了这么一个折算 就是说 他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知道 女博士难弄啊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很很错的 另外有一点我没看懂 金籍金户是啥关系啊 为什么有北京户口 还有个金籍 这是什么道理 户籍和户口 这是什么概念 那你是哪人呢 户口吗 你就这个地方 习惯 习惯吗 你爸爸 你爷爷都是北京人 我明白了 那什么背景啊 可是 你在 我跟你讲 这个里边和关系到什么呢 叫老人家考虑问题啊 你要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将来呢 我们家姑娘整天还得接待 你们家在那个穷地方的穷亲戚 到北京来探亲 还得安排你们住啊 这不是给我们家找麻烦吗 你这就惊奇惊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 非常的这个 这个 复杂 你看 他同一方面呢 咱们感觉好像是这个年轻人 好像越来越有主意了 甚至是像什么女权呢 这个声音也在高涨 你知道最近呢 就是 有一个广告 又又又招骂了 给人的骂翻天 说一个是二手 一种二手汽车的 一个广告 但是这个广告呢 就反映了这个老丈母娘啊 还是谁啊 对媳妇的这种挑衍 结果被那些这个女性主义者 也不光女性主义者 就是说今天站起来的妇女们 偷骂这个广告 你可以看看 我愿意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一下 妈 妈 你这是干嘛 你看明白吗 这丈母娘就要看看牙口 看看是不是整容 看看身体 是不是真的 你倒是想到是看整容 当然是看整容 当然就是看看你鼻子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韩国照的 但是最后脸全是真的了 她批准了 就没想到身体 就是说这个问题反映出什么 过去我们老说呀 女性被物化 可是我现在通过这些老人家的哲学 我发现是不是在最高的意义上 真的就是男人也是个东西 人与人就是物化的关系 这不就是一个天地不仁吗 说白了 所有浪漫的面纱底下 你哪怕就是香港的豪门婚姻 你跟那个街头这种长公园的 其实有什么不同 不就是在比比价吗 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 男女关系 就是赤裸裸的 不是性关系 是经济性关系 不是 你高端 不是 您说是赤裸裸 我觉得所谓高端和低端 差别不在本质 而在于是赤裸裸的 还是有所遮掩的 是不是这意思呢 比如你脱了衣服 人都是一样 高端低端 其实人的身体还是一样 因为现在 那也不一定 那为什么你喜欢找有的 不喜欢找另一个 因为现在是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是一切也都讲求快 快呢 不能够讲求含蓄 什么都要赤裸裸 价钱 把它提出来 接不接受 我点头 摇头 就这么简单了 从前呢 你看中国文化 从诗经那个时代 这个男女相悦 还得搁一条河 唱唱歌 对 对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那么这个呢 就大家看看 然后唱个歌 然后呢 再看看这个个性怎么样 然后再拉着手啊 然后在河边走走 你现在看这个玻璃 很多电影啊 都是这样 印度那个文化 两个人唱歌 唱唱半天 就大约等于现在看这个电影 这些叫冷藏 这些冷藏啊 通通剪掉 一开场 开门见山 来吧 来吧 就是这样 现在整个社会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生活的速度太快 人的意识跳跃的太快 太多的事情要忙 这个母亲呢 为什么要这样 他可能要忙别的 他主持完儿子这个婚礼 可能要看股票去了 可能也上班了 可能他自己有个工厂 要回去啊 去巡视一下 那儿子今天就这么半小时婚礼 他来了 哎 我没时间 我就看看 这靠不靠得住 就用这样的手法 对 所以他不得不变成人肉市场 对 就因为这样 符合现代社会 高效嘛 什么 咱没那么长的时间 不过这也不是现代社会 从人类历史上 婚姻呢 就是你从社会 政治 历史的角度看 它就是一个利益 那你没这么极端 从前农村的那个呢 这个这个父母啊 父母之命 美国之严 还要看看你这个八字 从前就是说 这也看看属相啊 看看属相 一重 一样 看看你这生 所以说这里头有一条吗 生俏俗羊的不行 这个是从前撕经社会 农业社会留下来一个 铲鱼的标准 但是其他每一样 都是城市的标准 不是农村的标准 所以今天是农村 变成城镇化 从刚才讲 从政治社会 历史的角度来讲 男女在一起是利益关系 但是人类社会呢 它自有调节机构 它还有两个领域呢 一个宗教 一个艺术呢 就是要营造一个爱啊 感情啊 独特啊 情感 所以严格说来 男女在一起呢 政治历史这个社会呢 是硬件 那我们人不能只靠硬件 经济是硬件 还有经济是硬件 归根界的硬件是最重要 但是还是要有软件 我觉得这些爸爸妈妈 这些公园里面的老头老太 他们是做硬件的事情 他们说我给你提供一个 大概不错的框架 你看 跟女儿说 你看我这个隔壁那老头 整天跟我打台积拳 家里靠谱 家底知道 对不对 他那个房子多少钱 他家里多少人做官 我们都清楚 你看他直至现在从美国回来 你看大致靠谱 喜欢不喜欢 你自己慢慢去聊 对不对 你们何得拢何不拢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给他打一个大框架 而现在这些老人们 你也不用怪他们庸俗 你单看照片很庸俗 他吃过苦的 拿桌拿张纸 蹲在地上跟要饭的似的 可是他们也是一番苦心啊 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最新的情况是 本来大家都是无产阶级 现在这两年强国了 突然家里就有一千万了 那有一千万 我是给你儿子的 可是你得别看走眼啊 你找了一个不是熊安 熊北了什么地方的人 进来我们家一千万 他家十万 那以后一结婚 你看我这不得保卫我们家的财产吗 这叫经济安全吗 还真是 现在这个有一个升级的 有一个新的条款 就是我在熊安有套房 这也能加分 这是应该顶顶配 但是现在咱们讲这个电脑 好像感觉软件更有决定性 对照理说这些可以用电脑 可是呢 我觉得呢 现在我倒越来越觉得 这个马克思 其实真有他的深刻性 就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升建筑 决定意识形态 你知道因为这个事 我过去啊 只听说过这个艺术史 就说这个艺术啊 不是进化论 艺术不见得是进步的 他会退回去 时今还是最好 现在我发现文化 乃至于很多领域 都可能是会退步的 这个历史不是一个 你比如为什么 你比如这种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今天的年轻人 咱们接触 他们怎么肯听父母的吗 整天听他们发牢骚 整天听他们发 说父母逼婚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 什么叫父母的硬件 决定你软件啊 他不是像过去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不见面 但是呢 你想想吧 这个父母说 我给你去找 然后当然 你要自己看一眼 你看不合适 没关系 咱们再在这个圈里 再找一个 你这叫被绑架 你一次次的弄啊 一次次的弄啊 一次次的见 你最后说十个不成 十一个你总 你最后不都不开中 软件 叫不过硬件 叫不过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你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啊 现在咱不都讲国家安全吗 为什么父母亲这么上心啊 现在是财产安全 咱们国家现在讲金融安全 家庭有没有金融安全 我有套房 上千万呢 对 你这一结婚 没找对的话 这就涉及到家庭的金融危险 的确是这个事 而且你做儿子的 没有发言权 为什么 没错 你是啃老族 对了 有种你自己出去买套房子 他也做不了 你杨威力万呢 你活到这把年纪三十岁出头 你还不是老头子给你的吗 住住家里 房间 自己往里一躲 上网上电脑 你这啃老族 你变成你父母的附庸 所以啊 我是主子 对不对 这就是拿人家手短 吃人家嘴短 这个 我有时候想起来啊 也挺寒凉的 真的 你知道就是我跟这些个年轻人们 就是他们不是都跟父母亲 有很多矛盾啊 就是吵人类吵架 我为什么说马克思有一定的深刻性啊 吵到最后 开始说的都是感情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对你怎么怎么着 但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完全没法弥合 你知道就跟人类一切的冲突一样 最后图穷匕首限的时候 拿出来的是什么 我养着你 你就得听我的 你住我的房子 你就得听我的 这个 谁供你上的学 这过去几十年呢 就经历了一个变化 这一个曲线的变化 在六十年代革命时期啊 你这个小孩是没办法的 你的老爸的一切 决定了你的一切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 某种程度上就是离家出走 你看我我就是自己闯天下去了 对不对 离家出走的年轻人 现在都被高房价打回家里 没错 没错 你出去 你你是想解放 你取谋 你甚至出国去 啊你伦敦 啊你纽约 赚了一圈回来 最后发现还是老爸那几个 所以现在 单位分来的房子最值钱 所以现在是 孩子们是无产阶级 受着他们父母代表着地主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意 统治和压迫 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 在房价涨得快嘛 很简单的嘛 对 然后他在外面 他别的他可以不理他父亲 直到他交了女朋友了 要成家了 回去求老爸了 那怎么办 那老爸说我公园里帮你走啊 我一直在帮你走啊 对不对 你别找杨啊 对呀 杨博士更不行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说你说你说你批评人爱钱 他他不算这个账 怎么谁能不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